說在台灣地方 譬如說一些明代的服務處 主任收錢幫人家喬世晴 喬世晴是很正常的 像在新聞上常常看到 不過這一次出現的這個人 關鍵人物 郭信良 他是台南市議長 他的服務處主任收錢喬世晴 這件事情就有點大條了 郭信良是什麼人 我們剛剛說他是台南市議長 不過他同時還有一個 很重要的身分 就是小英在台南市的後援會會長 那我們來看 很簡單的看一下 他的服務處的主任叫 黃龍生 他被週刊拍到 跟人家兜售說 好 我可以把你的農地工廠 合法化問題 我保證你給我15萬 只收費15萬 辦不成我就退費 我們這個收費15到30萬 15萬是非常便宜的 因為別的議員那裡 要收費15到30萬 而且他還拿出 像這樣的一個單據 而且大喇喇的說 為了公正及信用 特由服務處 以及律師事務所來見證 這個東西被拍出來之後 當然這個主任就是要喊告 沒有這回事 不過有錄影在作證 我們都看到了 鳳馨 這是一個笑話 就是已經大辣辣到說 隨時隨地可以做這件事情 才會被人家錄影 然後去城鎮 當然 其實我覺得在蔡英文 選擇由郭信良 因為郭信良其實已經退出民進黨 他因為跟賴清德不合 然後跟新潮流不合 所以新潮流不支持他選台南是議長 所以最後導致了去年 明明在六都當中 明明在台南 民進黨是可以輔會通拿 結果硬是失掉了議會 其實都跟郭信良有很大的關係 照道理 這如果在國民黨的話 這就是叛將 絕對不可以再用 可是民進黨他就可以說 我為了選票 我為了選票最大化 所以我就要爭取郭信良 來當他的後援會的會長 然後這時候不是還有 民進黨的市議員 跳出來痛批嗎 痛批說這有什麼價值 什麼等等的 我跟你講 今天傳出來這件事情 雖然被人家錄影成證 但絕對不會傷害郭信良 跟蔡英文之間的感情 你千萬不要忘了 誰是英系大將 陳明文 陳明文高鐵300萬的事情 到底怎麼樣 沒事 可是新潮流不會跳出來嗎 不會 陳明文是因為在當縣長的時候 洩密罪是判刑確定的 他洩什麼密 他洩的是縣政府招標的密 然後他洩密給誰 洩密給廠商 但不算圖利罪 只有洩密罪 請注意 我沒有說他圖利罪 我只有說他是洩密罪 因為那是判刑確定 那他還不是照樣是英系大將 照樣是主要操盤手 然後他底下的所有人 現在都是蔡英文身邊 最重要的幹部 如果說今天蔡英文 可以用陳明文 他為什麼不能用郭信良 都一樣 所以到底小英是有意要來卡賴 還是現在蔡賴配有譜了 我們問一下堅哥 我想蔡賴配已經是在 很穩定的在行程中 應該不會讓大家失望 因為這是基層民意 而且這派好像也請上這個方式 對 共同的一個看法 真的嗎 不過我還是先回到 我回到韓國瑜 就是說這兩天這張我很訝異 就是說我有聽過手工豆花 也有手工丸子 可我頭一次聽到什麼手工民調 天啊 韓國瑜陣營 竟然要靠這樣手工民調 來提振事蹟 所以我也是覺得說 還是民調還是要相信